好,我们来看看新疆突发的新闻 新疆又有一个发工厂突发大火 今年以来半导体、芯片和盐材料 特别是硅盐材料价格上涨 涨势非常的凶猛 高原之下稍有异动 市场便有风雨一来的传闻 在2021年6月8日中午时分 大概是11点50分左右 位于新疆的和盛硅叶石子和生产基地工厂内 有一个包张车间发生大火 现场浓烟滚滚 在工厂的上方升起了巨大的蘑菇云 15公里外的市区都可以看到这个巨大的蘑菇云黑烟 根据当地官方的通报 事故发生地点为石子和市区的北方工业员和盛硅叶年产 20万吨的密封胶 1997龟羊成品包张车间 可以看到这个工厂上方的这个现场浓烟滚滚 工厂上方的升起巨大的蘑菇云 十五公里以外的市区都可以看到这个巨大的蘑菇云黑烟 市场对下游归材料的这个工厌受影响 担忧是出现了 根据当地政府发布的通报 目前的火事已已经得到了全面的控制 暂时是没有人员伤亡 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之中 此次火灾未造成人员的伤亡 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这个工厂上方的这个现场浓烟滚滚 你看工厂上方还升起巨大的这个蘑菇云 从十五公里以外的市区都可以看到这个巨大的蘑菇云 可见当时这个工厂发生的大火火是非常的大 浓烟滚滚 激到的浓烟笼罩这个市区的上空 属性的是大火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在此也提醒大家 平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火 注意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